台南有一名公车司机在车上跟一名老翁大吵了起来 民众把这影片po上网 执一说司机对老人家会不会太凶了点 但是这公车司机表示呢 他自己是出自好意 建议老翁改搭另外一班车 没有想到引起了误会 乘客拍下争吵画面光听声音就知道 司机和老伯伯的火气都很大 双方你一言我一句互不相让 公车还一度停了下来 五分多钟的吵架影片被乘客po到网路 质疑司机真的好凶 但到底两个人在吵什么 实际找到公车司机 他是这样说 原来当天老伯伯搭红三线 但这班公车绕路 必须多绕一个小时 司机要求老伯伯下车 没想到被误解 当场吵了起来 司机坦言自己态度恶劣 但是好心提醒没有恶意 民众认为司机态度不佳 希望能够改善 记者王少宇成为君 台南报导